總統在今天中午 是在總統府來接見世衛行動團 除了在致詞中 他對世衛行動團的成員們表示辛苦了 而蔡總統也強調 台灣是全球公衛的一份子 雖然很遺憾 WHA沒有將台灣參與的提案納入議程 但台灣走向世界的腳步不會停下來 各位的表現也就是最好的證明 就像我們薛部長所說的 九扣WHA不盡難免失落 但是不放棄也不用急 只要我們持續的壯大自己 一步一腳印跟世界交朋友 有一天總會有突破 雖然台灣今年還是沒有收到WHA的邀請函 也沒有辦法以觀察員的身份來參與 但是蔡總統表示近幾年來 國際社會對台灣的支持越來越強勁 而今年除了有12個友邦 在世界衛生組織提案為台灣來發聲 又13個理念相近的國家 在WHA表達支持台灣 而數目都創下了歷史新高 晚節九點邀請您與世界同步 60分鐘掌握全球脈動 What News 9 陳雅玲世界環報 給您崭新誓言